实在太离谱了 上周五上午 桃园有一位女学生 搭乘客运的时候 一次司机没有看清楚 她人还没上车 就关了车门往前开 女学生束包被夹住 整个人被拖行了好几公尺 导致她左手臂受伤 现在女学生决定对司机 提高业务过失伤害 对此客运公司表达歉意 也将对驾驶加强教育 客运在道路上行驶 但仔细一看 后车门旁有位女生 整个人随着车子 被往前拖了好几公尺 最后过了一个路口 才停了下来 惊险画面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是有点离谱的 觉得很可怕 为什么 有人居然被拖了 事发在25号早上 一位女学生一早六点多 在中立搭乘客运 疑似天后不佳 司机没有看清楚 女学生还没上车 就关上车门往前开 但她的包包被车门夹住 人也跟着被拖行 车上乘客尖叫提醒驾驶 客运才赶紧停下 但她的左手臂已经有擦挫伤 公司首先表达非常的抱歉 我们在后续有机会情况下 会尽量的去跟家属 做一个说明 我们会再加强教育 我们的所谓的驾驶 后车门突然关闭 夹到乘客的雨伞 紧包包 导致该名乘客遭到拖行 左侧前臂挫伤 例行的上学途中 女学生怎么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虽然最后有顺利搭上车 但已经受到不少惊吓 在家人陪同下 决定对司机提告 业务过失伤害 接着林朱强团报道 吴兆骑士尿货调酒师遭撞身亡 台北市中校东路五段松仁路口 27号凌晨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一名流姓少年吴兆骑着机车赶回家 经过路口时并没有减速 当场撞上了刚刚从居酒屋下班 要过马路的女调酒师 她伤势严重送医不治 家属无法接受 难过的PO网找证据 要厘清造势责任 凌晨路上还是有车来往 女子下班准备过马路回家 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 突然一个亮呛 整个人重心不稳往前摔了下去 就在这时候 一台机车速度不慢 直接冲了上来 女子倒地闪避不及 当场被机车撞上 送医后宣告不治 重回事发现场 这里是信义区 一处很大的路口 交通号制变换复杂 现在警方还要持续调阅监视器 来厘清照获双方 有没有爽红灯 事发在27号凌晨3点多 台北市中校东路五段和松仁路口 17岁辍学的流姓少年吴兆上路 当时骑着机车赶回家 撞上从事餐饮业 下班要回去休息的中性女子 这一撞真的严重 女子丧命家属难过到不行 PO文要找证据 希望能知道真相 现场还看得到 发生车祸残留的痕迹 少年骑士吴兆上路撞死人 警方现在要厘清当时的耗质变换 到底是谁闯红灯 谁的责任比较大 记者三人周东霖 台北采访报道 台南第五警分局的交通分队 传出有民众闯入偷翻公文 根据了解涉案的是一名无姓男子 他常常趁着夜间 警力担保之际闯入分队办公室 偷翻报案的民众个资跟公文 而根据了解这名男子 跟交通分队小队长关系不错 如今民众的个资跟公文 恐怕已经外泄 交通分队办公室内 一名蓝衣男子站在办公桌前 右脚还靠在椅子上 先是东看看西瞧瞧 随后又转个身 翻开公文夹 仔细偷瞄公文书 本以为是远警负有责任心 休假还回来办公 但侧面了解 这名男子 这是一般民众 竟能长驱直路 大喇喇进到警局翻阅公文 民众听闻也觉得夸张 是觉得蛮离谱的 真的太夸张了 但这个行为不可取 事发地点就在台南 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 有民众爆料 这名无姓男子 时常趁着夜间 警力担保之际 闯入交通分队的办公室内 疑似以手机拍摄 报案民众的个资 跟相关公文 由于传出 这名男子跟交通分队 黄姓小队长关系颇佳 交通分队长也知道 男子进入办公室的情况 不免让人质疑 警队是否有纵容各自外泄 或是督导部州等情形 只是一般老百姓 竟能进到警局投翻 甚至可能投拍公文 尽管警方表示会加强改进 但警队内部管理 恐怕松散到令人压抑 借我黄不吉一段报道 新竹县尖十乡 昨天下午发生了山难意外 一团十八人的台北山友 来到了侠卡罗古道践行 没有想到才刚过白石吊桥 一名年约七十岁的女登山客 不明原因失足坠落边波 目击者说她的丈夫 当时为了救她 也跟着一起坠落 警交货报前往救援 昨晚发现女登山客 倒卧在溪谷岸边 人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至于她的丈夫 则疑似遭到溪水冲走而失踪 今天继续进行搜救 一名女登山客 倒卧在岩石上 被救起时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事发地点在新竹县尖十乡 瑕克罗古道白石吊桥附近 搜救人直到晚上 才将大体下撤到登山口 27号这团台北山友 一行十八人来这里登山 曼香道才刚过白石吊桥 一名年约七十岁的沈心女子 走在步道上 不明原因失足坠落边坡 目击者说 她的丈夫郭姓男子 为了抢救她 也跟着不幸衰落 警交货报派人车前往救援 但沈心女子被救起时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而她的丈夫则疑似遭溪水冲走失踪 由于天色昏暗 无法进行搜救 警交人员28号继续救援任务 据报案人指出 当时听到声音后 向后看 其见原本走在山境上的 沈心女子 不明原因跌落边坡 丈夫郭姓男子 健壮未抢救 也不幸跌落 夫妻两位会失足 坠落边坡 警方还要继续调查 只是快乐出游 却传出意外 让家人哀痛不已 记得中文报道